曼子的徒弟公孫醜,有一次跟老師在談動心的問題 老師曼子就跟他說他40歲已經不動心了 其實在不動心這裏,兩師徒談到勇的問題 其中曼子就提了曾子說過的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相信大部份人都聽過 這句說話後來成為讀書人氣節、勇氣的一個代表 這句說話其實曾子也是說回孔勝所說的說話 因為孔勝有跟他說過大勇這件事 什麼叫大勇呢? 自反而不肅,雖覺歡薄,吾不善言 自反而肅,雖千萬人,吾往矣 其實意思就是說如果我自己反省過 我自己不得理直氣壯的話 就算是一個最普通的人 站在我面前,我也會覺得害怕 但是當我自己反省過兒 我又覺得自己是理直氣壯的話 前面就算有千萬人在處阻擋我 我也一定會繼續向前行 其實這就是孔勝所傳下來的 叫做大勇的境界 其實我們如果看回中國今次對待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實也看到我們的領導人是有這一方面的意味的 其實在新冠肺炎的疫情爆發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最初的時間 全球只有中國可以說是認出這種病 所以全球只是中國當時正在爆發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早在1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中央已經說明 會盡全力跟疫情去搏鬥 甚至習大大有說過 說病毒是魔鬼來的 我們不可以讓魔鬼躲起來 其實我們也可以知道 通過最新的一本書 一本叫Rage的書 就是華盛頓一位記者寫的 他裏面有提到習大大有跟總統總統先生 是談過兩次電話的 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實第一次電話就是這裏所說 2月6日就說了30分鐘 當時就是美國說想伸出援手 但是習大大就跟Captain USA說 不需要了,多謝了 因為他自己會親自去統領這次的抗疫 他自己也會看得很實 這裏就是見到他用的句子 就是personally overseeing 就是自己監察著進度 其實類似這樣的電話是談了兩次的 第二次是什麼時候談呢 就是3月27日當我們中國已經差不多搞定疫情了 當時Captain USA又跟習大大通電話 又是說要幫忙 但是習大大已經跟他說 發現封鎖邊疆 防疫和社交距離 就是很有效可以對抗這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而事實上中國從一開始的時候 很果斷地去鎖成、鎖散、鎖國 其實就是盡快去把這個疫情控制下來 但是當時是不是真的這麼順境 是不是全世界都支持中國去決定呢 當然不會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最厲害是什麼 最厲害就是指指點點別人在做什麼 他自己聰明不聰明是不要緊的 但是永遠別人在做事的時候 就很多人會伸手指出來 就指指點點在說話 所以當時就是 我們看回《日經》的報導 也寫得很清楚 就是當時 當中國開始抗疫的時候 有一大堆批評者走出來 就是說中國哪樣哪樣做得不好 哪樣哪樣做得不好 甚至最嚴重就是很多歐美的國家 現在就趁機享受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況 指責什麼呢 就是說封鎖和防疫 限制人的外出是完全不人道的 也違反人權 其實有這麼多人在指指點點 中國有沒有聽 沒有聽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對的 後來真的證明我們的抗疫成功之後 他們還有什麼說的 原先他們所說的事情 已經沒有辦法繼續說下去了 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我們到了3月初的時候 其實疫情已經大致上受控 跟著下去其實也沒有再大爆發過了 其實當歐美國家已經沒有辦法再質疑中國的做法有沒有錯 他們唯有可以怎樣 就是開始說謊 抹黑了 一直都是說中國隱瞞疫情 中國造假 其實並沒有控制到疫情 blah blah blah說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回 又是剛才所說的一句事實勝於雄辯 其實現在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最新統計已經超過4200萬宗 我們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由3月份開始全球的爆發 從來沒有停過 到現在還是急劇上升 但是我們反觀中國 疫情已經受控不止 甚至我們已經重啟了經濟 我們也看到有很多報道 甚至小弟自己的朋友 也跟小弟說 現在在內地基本上連口罩都不用戴 也最大的一個證明 就是經濟開始復甦了 因為在第三季度 我們知道我們祖國的GDP 已經連續兩季都錄得一個比去年高的GDP 即是說已經回復上升了 甚至有學者已經研究了 就是說牛津的經濟學家 就是估計中國今年全年的GDP 仍然會有2%的增長 其實2%相對於中國 一直有6至8的增長 其實是不多的 但是這2%也導致我們中國 極有可能成為今年所有重要的經濟體 唯一一個有增長的 有GDP增長的經濟體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中國當選擇了一個正確的抗疫方法 堅持執行下去 完全不管身邊的人怎樣指指點點 怎樣指指點點 總之我知道反省是對的 我就做了 其實真的有萬子記載孔聖所說的大勇 這個意味在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實在很替我們國家恩惠 很替我們人民恩惠 但是反過來來說 我看一看香港也很替香港人傷心 其實大家 現在我們也是身在香港的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香港是不斷不斷有爆發的 其實現在已經經過了第三波的疫情 其實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辦法 每一天清零 也是很擔心還有第四波的爆發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真的我們的政府實在太不敢勇往直前了 就好像在7月份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記憶由心 在一個 就是因為當時疫情爆發嚴重的關係 所以就通過了一個措施 就是當時食肆是全日禁堂食的 但是這個措施在星期三實行 被人罵了兩天 急急忙忙 星期五已經是說取消了 所以其實看到一個好的措施 都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我們又真是怎樣可以 令到整個疫情在香港消失呢 也不單止這一點 也是一個小弟已經說了很多次的 就是一開始 當時要全民檢測 小弟覺得絕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但是要有效的話 一定要強制性去檢測 但是結果如何 一開始說是強制檢測 後來被人罵了一兩個月 然後到最後公佈出來 就變成一個自願性的全民檢測 結果在中央的支持下 我們香港可以完全令中央失望 因為最後這個自願性的全民檢測 驗了 只不過四分一的香港人都不夠 只有百多萬人驗了 所以驗完之後 社區的隱形傳播者 沒有辦法全部抽出來 結果怎樣 結果到現在 每天仍然有零星的社區爆發 仍然有不明源頭的社區爆發 那就是說 整個問題到最終到現在 都是沒有解決過的 但是來到這個月 又說在研究強制檢測 其實如果真的在當時 九月份的時候不做強制 現在來到十月份 又要再重新研究 是不是強制檢測 那其實這件事是不是浪費了香港人 很寶貴兩個月抗疫的時間呢 也是因為經常在政策方面被人罵兩句 又縮罵兩句又縮 才真的令到到現在 現在香港的疫情都未控制到 我們仍然未可以用健康碼 去返回內地和我們周遭的城市 去互相恢復交通 完全都是因為政策的反覆 而且這個政策的反覆 並不單止是在抗疫方面 甚至我們看到在去年 香港一系列的暴亂 也是在政策方面不敢貫徹 反而就是因為這樣而孤式養姦 一個很近期的例子 就是有關一些失德教師的名單 應不應公佈 仍然是因為輿論的壓力 是說這些處理投訴 一定是警告信 只是發給老師 讓他們有機會改過自身 所以搞到我們的前特首 梁振英先生都出來說了一句 非常之公道小弟 非常之認可的說話 就是說辦教育不是為了教師就業 是為了下一代正當正常的成長 而搞到我們的前特首 梁振英先生 要自己去到公開違法教師的資料 因為政府不肯做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當一個政府沒有勇氣去貫徹他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就會好像香港那樣進退失據 所以 我們在這裏 就真的讓小弟記起 在九月初的時候 當蠶大大是響說表彰 在新冠肺炎抗疫英雄的時候 他說了兩句說話 其實現在很多人在研究這兩句說話 出自哪裏 但我覺得出自哪裏並不重要 而這兩句說話實在 對這次的疫情 實在是有畫龍點睛的功效 這兩句說話就是 西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其實一個凡人為什麼會在危難的時候 會挺身而出呢 完全是因為他心裏有一道勇氣 就是這道氣令到一個平凡的人 都可以在不平凡的時間 自己挺身走出來 去幫助這個社會 所以回應回犯子這一句 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 吳枉爾 小弟之前的視頻也有提過這句說話 絕對是從政者 應該放在心裏的一個座右銘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我們的香港政府 可以有同樣的勇氣 去撥亂反正 將香港回復回正軌 小弟實在非常期望 好 小弟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小弟這次的視頻 以及覺得裡面的資訊有用的話 非常鼓勵大家 按一下分享鍵 將它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請大家馬上訂閱 以及按一下小鈴鐺 將通知交到全部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視頻和直播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次下一個話題再討論 我們下次下一個話題再討論 請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